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预祝他们写下光荣的一页 好像在我们的典礼现场也会表演这首入围的歌曲 没错 小鸟先生 卡罗也是台湾电影产业市场跟深度兼具的例子 永赖正敏先生第一个以非华语演员的身份入围影帝奖 两人是小壮山吗 两个超有默契的耶 很有默契哦 马导 恭喜恭喜 好 那我们请翻译先帮我们翻译一下 恭喜这个靳腾教练永赖正敏先生 第一次以非华语演员的身份入围了最佳男主角奖 分享一下这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感到非常的光荣 是是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曹佑宁了 对 曹佑宁呢 其实在台北电影节已经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而且这一次在21EU棒球赛也表现得非常好 你觉得未来对你来说棒球跟电影你要怎么选择啊 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选择的话 我是希望两边都要啦 对啊 两边都兼顾 对啊 就是尽量分配时间啦 然后尽量两边都可以兼顾 是 那导演呢 是 马导这一次掌握这么大的资源 一度痛苦到想要放弃 今天真的入围六相很开心吧 分享一下心情 本来很紧张的 但是我们今天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跟我的男主角永爱哲明先生 我们两个英雄所见掠头 我们两个穿一模一样的衣服来这里 太有话题了 相当有意思喔 tag一下是不是 OK 在我旁边这位黄志明制片呢 真的是我们台湾影史界的大制片 这次也获奖了 志明哥你要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很多的制片他们现在都有致于 要好好的为台湾的电影圈打拼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跟他们说一下呢 就 就当农夫吧 当农夫吧 一亩三分地 好好耕耘就对了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到卫岛 怎么在最后一排的卫岛民情 从海角七号赛德克巴来这一次呢 这个以这个卡诺对不对 分享一下这一次入围这么多项的心情 还是紧张啊 是 还是紧张又很兴奋这样子 那也很期待今天有好成绩啦 因为大家都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在努力的 能够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 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你才刚成为回来也恭喜 我们这次影评人也得到了很多的大奖 两个奖的肯定 欢迎所有的演员导演还有剧组工作人员 来 里面请谢谢 恭喜塔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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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位巨星就是影歌是3C的全能天后杨成林 杨成林曾经在电影四期演唱主题曲小茉莉 也入围了第44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今年金马影展当中他所主演的极光之爱 因应金马影展的开幕片 极光之爱是改编自台湾戏剧大师李国修经典的作品 《北极之光》由李国修老师的儿子李思源指导 他将李国修透过北极光传说所描绘的两代爱情故事 搬上了大一幕 是 陈琳可以看到他剪的新发型 专辑也要推出了 然后这次的极光之爱 Alisha这个角色真的让他觉得哭得稀里哗啦 哭了一公升的眼泪吧 非常的动人 也成为了金马影展的开幕片 欢迎杨成林 欢迎陈琳 我想明年在我们的红地毯 可能就是以最佳女主角的姿态 我们来访问她了 陈琳多久没参加金马奖的盛会啦 我也忘记多久了 对 但是我已经四年没有参加台湾各大典礼了 是 那这一次极光之爱啊 就是成为了金马影展的开幕片 心情如何 再回到金马奖 很开心 因为12月19号就要上映了 然后今天来这个盛会 当然希望在红毯上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金马舞一可以邀请我 然后跟大家一起可以共襄胜举 谢谢 陈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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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转而变成恐怖岳母的角色入了本届最佳女配角 好像包姐这两年跟疯癫的角色特别有缘 而且都被大家注意到了 对啊 包姐也比这个徐安华导演的作品 天水为的日语夜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后 去年僵尸称为遗珠 今天终于看到包姐了 各位帅 欢迎 欢迎 请包姐分享一下这一次来到金马奖第一次入围的心情 桑陈琳 真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感动 来到了美丽的台北 第一次能够亲自来到金马奖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这两年都是跟疯癫的角色被大家注目到 未来有没有想挑战什么样不一样成型的角色呢 我看还是继续疯癫比较好吧 明白疯癫天后 好 谢谢两位 谢谢包姐 谢谢包姐 李绵琳 好 紧接着在星光大道上 让我们欢迎救活英雄的剧组 黄之亨 关卓豪 黄树基 以本片入围最佳视觉效果 黄伟亮则入围最佳动作设计 欢迎他们 救活英雄多达2000多个特效镜头 片中看到的烟尘90%是以特效制作 画面细致真实 黄伟亮也以军机入围了第44届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 欢迎 星光大道上 让我们欢迎以回光奏鸣曲入围最佳女主角的陈湘琪 以及入围这家新导演的钱翔 还有参与本片演出的东名像温真林 钱翔是蓝色大门等国片的资深摄影师 促职导演工作 将一个失落的中年女子的私密故事 说得细腻深刻 陈湘琪 湘琪姐则称其本片最重要的角色 本届世纪不散 天边一躲云之后 第三度入围影后啦 是的 在这边呢也要恭喜陈湘琪 因为她在台北电影节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也算是星科影后 是的 她的很多场戏都让人看了为之动 尤其是最后Ending那场撞门戏 感觉是撞出了世外桃源 听说湘琪姐撞到休养了半年的时间 一直带户警 辛苦有成了 继台北电影奖出后再度绞出金马影后 那么欢迎湘琪姐 现象导演 是的 以及同组的演员 这边请 是 东名相 温真凌 嗨 东名相 以及湘琪姐 湘琪姐 这边请 想要请问您 其实在这次电影演出当中 好像三十分钟之后就完全没有台词 所以更需要很细腻很精准的表演 对您来说 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整个过程当然都很印象深刻 因为事实上没有台词的戏是最难表现的 怎么样在安静中仍然能够表现角色的层次 和他的情感丰厚度 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考验的过程 恭喜您做到了 大家很好奇秦翔导演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以把女人的戏拍得这么好 这么的深刻 当初拍回光奏鸣曲的初衷是什么呢 最早只是想拍一个中年人的电影 那么台湾太多年轻人拍的片子了 我想中年族群也需要有发声的机会 谢谢回光奏鸣曲 谢谢陈湘琪 东名相 里面请 好的 星光大道上我们欢迎国际巨星 也是伯爵全球代言人龚丽小姐 以及伯爵亚太区总裁 是 龚丽第一次参加金马奖 就以归来入围本届最佳女主角奖 她在张艺谋导演作品归来当中 是饰演的等待丈夫回来 而得到失忆症的冯婉瑜 不论是神情或者是动作 都随着剧情 让观众朋友们跟着揪心 她自己也说到了 冯婉瑜是她从以来最男的角色 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璀璨的伯爵珠宝 让金马巨星更天闪耀光芒 而且影后龚丽呢曾经以秋菊打官司 获得威尼斯影后走遍国际各大影展 第一次报名第一次入围金马奖 哇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好好问一下 这个龚丽小姐的感受如何 第一次在金马奖的红毯 能够访问到国际巨星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终于等到了龚丽小姐欢迎 这边请 我们顾腾先生以及龚丽小姐 两位这边请 龚丽这一次第一次报名第一次入围金马奖 走遍各大的影展世界各地 第一次参加金马奖的心情如何 觉得很遗憾 这么多年了五十一届了 我才第一次来 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但是我也很高兴 我今年能够带着我的作品来 谢谢 讲到您的这个作品 冯婉瑜您曾经提过说 这是你觉得目前从以来最难的角色 甚至一度想要弃眼 不过您觉得这个表演上的分寸 细微的分寸 应该怎么样拿捏得当呢 这个大家看片子吧 是 因为是一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是 但是我把它完成了 是 不好意思 我龚立小姐我想我问一下 因为台湾观众很喜欢您的喜剧电影 包括了像是唐火虎点秋香 不知道未来像龟立这么的揪心 未来有没有可能再演喜剧给台湾观众呢 可以可以演一个那个 龟来的喜剧吧 龟来版的喜剧 但先拿到最佳女主角再说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龟立小姐 里面请 谢谢龟立小姐 是 紧接着星光大道上呢 我们要欢迎 诶 杨佑宁 陈妍熙 是的 杨佑宁以及陈妍熙 杨佑宁曾经以十七岁的天空 获得了第41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奖项 去年主演的大伟卢曼 宗霍山一共累积了七一票房 让她晋升为一线演员 另外陈妍熙曾经已听说 那些年我们一起专的女孩 分别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以及最佳女主角奖 近年来她在两岸三地的影视作品 都可以看见她美丽的倩影 而且今天又又怎么剪了个大锅头 不知道是不是跟新剧马有关 有可能悠悠其实在接下来一年呢 有这一个很厉害的演出 包括了太平伦以及王瞳导演的风中家族 可能应该是杀青了 所以准备了新戏所以替了光头 对不对 赶紧欢迎两位悠悠以及妍熙 是的 其实杨佑宁在大伟卢曼 还有钟扑实在都展现了喜剧的细胞 是 来两位俊男美女金童玉女 这边请 好久不见 首先要来访问杨佑宁喔 其实你的磅礡史诗剧作太平伦 已经要准备上 要跟大导演合作 是如何呢 当然能够跟吴宇森导演合作 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在那部戏里面学到很多 那你这次光头的新造型 是为了新剧 还是纯粹就想要换个造型 这次就是有新的电影在拍 所以就是理了一个光头 明白 还蛮明显的 是 延期这次有很多的中港台的电影人 来到这个现场 有没有特别想要合作的对象呢 我非常想要跟龚立合作 上一组的贵逼 是 为什么呢 这还要问吗 了解 就非常非常喜欢她 是的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欢迎两位 里面请 好 接着来到红毯上的是 寒缠效应的剧组 欢迎入围最佳南配角的单立人 以及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作词人娃娃 还有导演王维明 以及工作同仁 一起来参加今天的金马盛会 单立人导演是金马奖的常胜君 多次得到金马奖的肯定 1999年以想死 趁现在获得南配角奖 2002年以两个夏天获得这家创作短片 2009年以不能没有你获得这家影片 导演原著剧本 今天是否能抱走她人生 第二作的南配角奖呢 导演其实呢导演曾经 来我们说的剧主意 这边请 导演呢之前有得过最佳导演奖 最佳南配角奖 不知道导戏跟现在演戏 哪一项您觉得比较得心应手呢 导戏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想放松的时候 演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比较单纯 那未来想要再拿哪一座的奖项 今天晚上我要颁的那个奖项 其实是我非常想拿 一直没有拿过的剪辑 剪辑奖 那下次就往剪辑奖迈进了 是 大宝哥这一次跟好朋友 一起双双入围 可以问吗 双双入围 如果一起得奖的话 打算怎么庆祝呢 大宝哥给你 谢谢大侠 明白了 不问了 我们待会儿那个结束之后 大会有办了一个在河边 河边公园那边 如果双双得奖的话 我们就今天晚上 在那儿共舞您觉得如何 可以跳下水去游泳 好 您讲吧 真的 欢迎 欢迎大宝哥 谢谢我们的技术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金马奖的星光大道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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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